原来我就是三个龙王 一鸣 因故意伤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处罚级一百万 毕级执行 你就是一鸣 这 什么事 老大 地上要找的人看来就是他 把他带去厕所 是 你们是立飞庭的人 事又如何 他玩弄了我一妹 想害我坐牢 现在还想做什么 想置我于死地吗 敢打伤立飞 早该想到有这个结局 真当新秀师是他家的 把法律当空气吗 法律 新秀师的法律 还比不上立飞一个屁 大哥 是立飞 立飞 我们围住一名的小子了 您指示 他是右手打的我 那就 飞了他的手 我拿把刀来 棍子挑不断这小子的手机 是 小子 来看看这个 宝贝 亲一个 给你这个钢哥哥 看看他有多脆 讨厌 你可真听话呀 还是力少教得好 呀呀 你这狗样子 跟你那个干妹妹 真是一模一样啊 老大 是啊 刀我拿来了 你们别过来 放开我 拗子憋了半天了 给你尝尝 啊 哈哈哈哈 妈的 敢撞我 给老子把他手奋了 什么狂啊 啊 再狂啊 居居所备 也敢造伞 你 你是谁 怎么会在这里 我是你 一身无数 我是你体内的龙水之力 这枚玉配是让我与你能够彻底融为一体的重要物件 记得报答 喂 你们两个 看到刚才那手过没有 黑哥 我们不是触电了吧 触电 那这小子怎么没事情 可能 可能是他命大吧 遇到我 命大也会变成短命鬼 谁 傻逼 投死我了 黑哥 您怎么样了 给我把这小子揍飞 先死吧 抬手反击 就是这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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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我 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 因为你的龙神之力 也就是我 苏醒龙神之力 好 这小子中邪了呀 怎么开始自言自语了 我中邪了 我 你没有中邪 你歧视我 我歧视你 好好学校 好好学校 动起来 激发你的武魂 啊 我不敢动 师父 还敢回嘴 啊 啊 啊 动起来 动起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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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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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 在龙神之力 彻底觉醒之前 你不能在任何人面前 展现你的武功和力量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师父 我要去迎开他们 等他们离开 你就立刻下山 只有等龙神之力觉醒 你才能回来 啊 师父 我都想起来了 师父 师父再也没回来过 过去 这什么情况啊 我都不信了 咱们三个一起上 可能弄不了他 宝子今天 啊 哎呀 你小子行 这次先放过你 黑哥 黑哥 你早也带着我们了 哎 一鸣 你适应得很好 只要再多下练习 很快就可以回到龙神殿找卧大局了 就先预祝我们 老好选择 重新做人 是 是 赶紧给老子还钱 家里之前能全都买了还债了 只能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 什么人 爸 爸 爸 你没事吧 明儿 是我的明儿回来了 爸 妈呢 自从你进去好 我跟你妈到处打工还债 行吧 时间 本来有债 我们拿不出来 他们就把你妈打进医院了 还债 什么债 马上丽公子赔偿一百万 怎么 你真当坐个牢就不用还钱了 那一百万我们早就还清了 还有利息呢 利息不要钱呢 利息还差多少 两千万 他们 他们真是恶人哪 爸 你的眼睛 怎么了 当然是被你这个不孝子哭瞎了眼睛呗 还有你妈那个老不死的 半活摔断了腿 你明儿 你说你 活着还不如死了瞧 哈哈哈哈 爸 我回来了 从今以后 再也不会让你们受苦了 我闯了祸 我来凭 就凭你 兄弟们 给我上 停 停 不要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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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丽飞庭在哪 丽丽飞庭 正在地好酒店 跟你那干妹妹曹亚举行婚礼 地好酒店 先生 我赶时间 可以让我的车先过去吗 我爸爸老毛病犯了 得马上去医院 再往就来不及了 这可是丽家的车队 耽误了及时你担当得起吗 我叫方子齐 丽家正式在我方家的酒店办婚礼 可否帮帮忙 你方家算个屁 丽少的事才是头等大事 赶紧滚 你 子齐 怎么回事 爸 哎呀 这女的可倒霉了 爹没救了 还得罪了丽家 是啊 上次有人得罪了丽公子 就从星泽石消失了 爸 你别吓我 真是会心 今天可是丽少大喜的日子 开车 爸 爸 你转回去 是 什么情况 你加油啊 老板 我已经很努力了 是我眼花了吗 他竟然叫整个车子举起来了 还是用意义之手 这真的是人家能办到的事吗 送医院恐怕来不及了 走给我吧 你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是干什么 爸 爸 你怎么样 别担心 爸没事 谢谢你啊 举手之劳 在下方士豪 感谢神医救命之恩 遵请先生大名 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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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士豪 我没听错吧 星泽石首富方士豪 没错没错 他就是首富 方士豪 方士豪 甲方总 我不知道您在车上 刚才都是误会 误会 喂 狗杖人血的东西 还不快滚 是 是 小伙子 这是我的县命 盘龙湾别墅一套 盘龙湾的别墅 价值两个亿呀 这个礼太大了 我不能要 比起我的命来说 这区区一套房子 算不了什么 益先生 无必推脱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那好吧 正好也是晚餐时间了 不然 大家一起吃个饭吧 真不巧 今天我还有些事 得去一趟地好酒店 这不巧了吗 地好酒店是我家的产业 爸 嗯 益先生 正好我们也要过去 不如 我们一起吧 那就 劳烦您了 益先生 我让小女带您去 VIP室休息片刻 饭菜马上备好 您不用麻烦了 我还有些私事 需要去处理 等等 地好酒店的厨子 是本事数一数二的好 益鸣哥 真的不尝一尝再走吗 下次一定试试 今天确实有事 就不去了 可 益先生都这样讲了 那必是有要事 益先生 快去忙吧 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方某定当全力以赴 多谢了 这益先生明显是有要事 你怎么看不出来呢 我看出来了 但就是想要请他吃个饭嘛 毕竟他可是救了咱们一命 要知恩图报 这还是您教我的呢 自然是要报答的 但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带一批人跟着刚刚那位先生 一定要力保他的安危 是 就知道您最疼我了 林先生 不行 我真的得去工作了 而且还有一个小时 您就该上台了 您好 请出示邀请函 没有 我来找人 你站住 没有邀请函不能进 必须有邀请函才能进去 芽芽 先生 你 让开 芽芽 芽芽 都怪我 这些年你受委屈了 一鸣 你怎么在这儿 我出来 你不高兴 你不是应该死在里面了吗 是有人要我死在里面 不过我都解决了 现在的我不一样了 芽芽 跟我走吧 我一定 芽芽 我看你在里面呆傻了吧 芽芽 你 你是怎么了 是你怎么了 那么会做白人吗 我脑子有病 放着丽公子不嫁 恰你个劳改犯 看见了吗 这些 你一辈子 乃至下辈子都买不起 所以 你就是为了这些 这些还不够吗 这些 曹芽芽 我当年为你做了那么多 甚至不惜进了监狱 你就这么对我 放开我 厉总 不好了 出事了 有人来闹事 哎呀 闹事你还不快去 哭你们是干什么去的 厉总 您还是出来看看吧 这人说是东过监狱 跟夫人有过节 谁不长眼坏我 有什么好事 哼 一鸣 你要是识趣的话 就赶紧滚 免得丽总看见你 又要找人打你一本 穷鬼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没钱没房没事 三无青年 还敢来学别人抢亲 哼 我也不是那么不敬人情的人 丽总刚花了几个亿 给我在盘罗湾买了栋别墅 还缺个看门狗 你去 正合适 从监狱出来 可不好找工作哟 稻子就大发慈悲 收你做个看门狗 鸣鸣 你说 给她开多少钱工资呢 蹲过大牢的人 还有什么工资啊 能有口剩菜剩饭吃 就已经是她的福气了 又是她的福气了 我们的这种 词 大家 必须 无论 如果 我